本期给大家盘点游戏中各种薄荷的用途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 记得点赞三连鼓励一下 你们的三连就是我更新这个系列的最大动力 火荷全凭燃烧造成大量伤害 增强火焰类之物 冰和减速全部僵尸 增强冰冻类之物 光合生产阳光 增强阳光类之物 薄荷缩小植物 增强近战植物 电荷造成雷电伤害 增强雷电植物 毒荷是全凭僵尸中毒 增强有毒类之物 重合投射一些导弹攻击僵尸 增强投掷类炮弹类之物 引核将部分僵尸拖入底下 类似暗影豌豆的技能 增强暗影类之物 刺客在右鼠第一列磁砖 深层一排钢底刺增强穿透类之物 豆河 种植后发射树立豌豆 并且可分裂 增强直射类之物 并且可分裂 复合 暂时击晕所有僵尸 增强一些拖延类的植物 斩核将全部僵尸击退一段距离 增强肉盾类之物 炸核在屏幕中造成一系列爆炸效果 增强爆炸类之物 法核魅惑部分僵尸 增强魔法之物 本期视频就盘点到这里 拜拜 下期再见 点赞关注评论